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财博宫 财博宫就是在食指的下方 迅宫所在 那么这个部位如果是饱满凸起 色泽又红润的话 明显是比其他的部位要高一些 甚至高出很多 那么这种人呢 是财运非常的不错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典型的火金香生之首相 大而坚实有力根基好 做事事业基础好 三线分明 并且事业线隐隐约液非常直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非常直 清晰往上走 往上走 没有穿过智慧线 那么这种温度呢 就是事业根基也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这个 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的 大拇指 大拇指指头非常的粗大 相对于其他的手指 都会要都要粗大很多 那么这种呢 就是长这个手型不得配 手型不得配 这个偏于偏劳碌 偏劳碌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 这个生命线跟智慧线的起始阶段 这个说明啊 从小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这个金星秋 也不是很饱满 出现一些褶重 身体状态的也是堪忧 同时呢 在生命线的附近呢 它这个色泽啊 比较暗轻 发暗发轻 近期的运势不利啊 身体方面呢 需要多调养 身体好了 事业运势啊 会慢慢变好 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我们再看这个啊 这个手相呢 发小财是可以 但是呢 发大财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一个 它的这个整个纹路啊 还算比较清晰 但是呢 不够深刻 不够深刻 手手相的纹路啊 特别是这个生命线呢 它有一些错开又延续 所以说 它这个中晚年的运势啊 是稍微受的影响 受的影响 同时呢 为什么说小财有呢 因为它这个训工的位置啊 相对于其他的位置 稍微偏饱满一点 但是呢 这个小财有 大财没有 大财没有 原因就是在 这个手相整体来讲啊 是偏劳碌的手相 手指的指节纹路太粗 指节纹路太粗啊 说明啊 这个 我们说这个 财器啊 手上手相当中的财器 是一定是要贯通的 一定要贯通 指节纹太粗 就形成一个 阻碍和阻隔的作用 所以说大财没有 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的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杨宣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吴